啊?身体怎么这么烫?老婆,婷婷好像发烧了,她身上好烫 什么?快,赶紧送医院 幸亏医院离家近,不然得担我多少正事 先生,您的女儿目前是发高烧到40度 您的女儿现在年龄小,抵抗力比较弱,所以比较会容易生病 等会退烧了,就可以出院了,建议你们多给她吃一点营养的东西 哎呀哎呀,烦不烦我自己的女儿?想怎么管就怎么管,不用你操心 反正又不是很大的事,不就是发个烧吗?等一会就好了 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要养,哪有这么多精力? 先生,这孩子好歹是你的女儿吧,我还是第一次兼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的女儿我自己管,医生,你还是做好你的本分工作吧 不要多管闲事,也不要插手我们家的事 你没有资格教训我,真是气死我了,别人家的事都要管 爸爸,我怎么会在这里? 哼,你还好意思说不就是发了烧让我跟你妈操心 因为这一点破事,还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医生批评了一顿 面子都被你败完了,你以后别给我们惹是生非 要好好地照顾弟弟 对,对不起爸爸,都是我的错 爸爸,妈妈这次怎么没有来? 你妈妈当然在照顾你弟弟 ях jamais 你知道吗吗 not 我给你帮你帮忙 想 Soviet 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